我先生說 他跟炮友可以很持久很慢才射 跟我就會比較快 是沒有到早洩的程度 但就是沒有那麼持久 這件事情呢 我耿耿於懷 男生會這樣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我魅力不夠嗎 他說他對我還是有信譽啊 應該是說 其實我之前有很多次都說了 女生不要太琢磨 不要太執著在男生對我有沒有射精 男生對我的時間跟對誰的時間 來比較那個長久 因為其實這個並不代表你的魅力 因為影響男人射精的時間 跟他的控制的速度因素太多 女人絕對不是唯一的那個因素 而且大部分跟女人沒有什麼態 也不能說沒有關係 但是影響男生的時間啊 精力啊等等的 比較少 跟你的魅力沒有關係啦 就算他覺得你很有魅力 你是他的女神 他也有可能騎不來或早洩 這些不是很正相關的 那男生會這樣的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很多 我之前有講過早洩的原因 也有講過時射的原因 這些原因你都可以去看看 那至於你的男朋友還老公喔 至於你的老公是為什麼跟你 你比較時間沒有那麼長 那只有跟他相處的你知道 或是只有你老公的心裡知道真實的答案 但是我的建議是不需要因為這樣子耿耿於懷 因為其實這個有點像 好我來比喻好 我每次拿吃來比喻嘛 就譬如說我今天去吃A A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然後呢 我有一天去吃B 那我去吃A的時候呢 他菜送上來 我吃的時間大概都是10分鐘 那我去吃B的時候呢 B的菜送上來 我吃了15分鐘 C 假設我C好了 我吃了5分鐘 那這樣子這一整天 如果你用這樣子的時間 A你吃10分鐘 常常去的吃10分鐘 那你B去15分鐘 是不是B比較不好吃 所以你吃這麼久 那C是不是C特別好吃 所以你吃特別快 其實我們當下吃東西 快或慢 是跟當下的食慾有關係 還有你有沒有一些影響你的因素啊 你身體的狀況怎麼樣 還有當下的食物種類等等的 都是有關係的 不是因為A餐廳 B餐廳 C餐廳 你踏進去的那一刻 決定你會吃多久 所以我覺得 這樣的比喻我比較懂嗎 所以不要因為這樣子就說 是不是我做的菜比較不好吃啊 所以他平常吃那邊 吃A都比較怎麼樣 吃B都比較怎麼樣 沒有他有時候可能只是剛好在滑手機啊 那只是剛好隔天要考試啊 他只是想事情啊 沒有食慾吃的比較慢 但他又要吃 我們都是有食慾的啊 只是吃的時間不能跟餐廳直接做連結 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跟剛剛你的老公跟你的時間啊 還有跟那個外面的 外面嗎 跟泡友的時間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子跟耿於懷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女生也是不要自己認為 通常女生會自己認為 是不是因為我怎麼樣 所以我的男朋友怎樣怎樣怎樣 大部分是來自於你對你自己的自我認同不夠 你本身對自己就已經沒有什麼自信了 所以當有這樣子的表現出現的時候 你會把它跟自己連結 哇 對不起 臉書的朋友們對不起 那不要自己去做連結 因為只要你夠懂得自己的價值 那你的伴侶他可能不管快或慢 或是怎麼樣 或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其實 他可能有他的原因 那這些原因要不要說呢 還是要不要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你們自己 看你們的溝通啊 你們的 你們之間的原因是什麼 那總之 我要建議女生就是 不要把男人的射精跟性功能 跟自己的魅力 畫上等號 因為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完全沒有關係 努力